我看她二十年前了, 現在看到她,她說她即使幾歲了? 七十二歲了 我說,怎麼會? 她說,是啊 我第一次跟師父見面 就是一久某某的 現在兩千某某了 我說,對了,太久忘記了 她看起來不差 她還是很年輕 跟我二十年前看到她一樣 所以誰我都認識 二女看起來也不變 世界有很多事不方便 有這個,沒那個 我們就忍耐就好了 有什麼就什麼了 這邊最少有屋頂,有沒有? 擠一擠也蠻溫暖 這樣就不用很多熱氣 神原諒,剛好我們又保護地久了 沒有那個葉子 沒有根,很小了 師父現在就不吃那些 有根的挖出來那些 還有葉子拔起來 或是砍那個 小的食物,那些小的食物 像菜那些 也沒有在我那個菜單裡面 國內不是說水果而已 有那些堅果在樹上 掉那種堅果 堅果,對 堅果還有那個像黃瓜 那些黃豆、綠豆 那些就是從樹長出來那些 就不傷害了他們 不傷害他們的 葉子也不傷害了 根也不拔,然後樹也不砍那些 都是那種水果,當然蘋果那些 不過菜的話就有黃瓜那些 黃瓜、綠瓜、什麼的 豆類那些 豆類那些 我們看到師父好開心 味道嘉義 味道嘉義,OK 我們心中就是天堂 天堂 偶爾來天堂 一次換一下口味 кров吃 醋子 百合 二次換一下口味 加上富的 我教諾 即使不做好事、不做壞事 師父也會帶上去 自五屆 世俗 就已經做好事了 是不是 四五屆就是不傷害任何人 很多人也不傷害動物 就已經做很好的事了 是不是? 吃書、吃武器本來就是做好事了 所以即使不做什麼更多也可以上天了 一定是這樣保證的 保不掉的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a vegetarian diet lowers blood pressure lowers cholesterol levels reduces type 2 diabetes prevents stroke conditions reverses atherosclerosis reduces heart disease risk 50% reduces heart surgery risk 80% prevents many forms of cancer stronger immune system increases life expectancy up to 15 years higher IQ conserves up to 70% clean water saves 80% of the cleared Amazonian rainforest from animal grazing a solution for world hunger free up 3.4 billion hectares of land free up 760 million tons of grain every year half the world's grain supply consumes one third fossil fuels of those used for meat production reduces pollution from untreated animal waste maintains cleaner air saves 4.5 tons of emissions per US household per year stop 80%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ave your life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save your life be veg go green save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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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偷,跑到裡面破門 跑到一個店裡裡面去 在店裡想偷東西 結果那個店裡 有一隻鸚鵡 鸚鵡看少偷進去 他就把他來抓他 他抓到他的眼睛 他就一個眼睛壞掉 他當然跑,忙掉一個眼睛 被受傷了,忙掉 他回去就弄一個告狀 跑到那個法院那邊 告那個店裡那個主人 因為他的鸚鵡 抓他的眼睛弄盲了 他就告他 這個法官說 你是一個小偷 怎麼會去告那個被偷的人 從來沒有這種故事 他說明大人 偷是有另外一個髮型 不過不小心給自己寵物 傷到別人 是另外一種髮型 然後那個店的主人 也抗議 當然就說 他說他跑到我的店那邊 要偷我東西 那如果被受傷 就滑蓋他 我是有權力 保護自己的店 然後這個法官就說 那個以後我們還在說了 現在我們不能管那個了 不能管他有沒有權利 意思說照顧他的店就對了 然後那個小偷的人就說 明大人 他說法官 如果你把我全部的財產 沒受的話 我的家人全部都會餓死 透視我的 不是他們 說你把我財產 沒受的話 他們都會餓死 這樣不公平呢? 就說法官就說 那這樣子也是對啦 他就說 OK 那這樣子要不要 我們把那個店的主人 一個眼睛 把它挖出來這樣子 就會彌補你的那個傷害呢? 哇 太可怕了 那種法官就有 這種法官哪裡就找到 太可怕了 就會再教世界的法律 這個題目 然後那個店的那個主人 當然反抗啊 哪裡有這樣? 他說 那這樣子 我比他還要傷害呢? 他要偷我東西 然後我現在要... 要比試一個眼睛 哪裡有這樣子呢? 不公平的法律呢? 真的也是這樣 而且我是一個裝飾品做的人 對啦 如果我撕掉一個眼鏡的話 會傷害到我的那個 工作的能力啊 因為他就很要有眼鏡看啊 珠寶啊 看得多好多好這樣啊 珠寶要看清楚啊 對不對?正不正的? 有沒有那個什麼不好的成分呢?等等 比方說金剛 有百分之百的好的 百分之九十好的 百分之八十好的 那價錢不一樣啊 以前我們沒有那種 鏡可以看很清楚 就靠那種專業的眼睛 才知道哪一個是好的瓶子 就跟著這樣子 賣價錢給人家 所以做那個窗室 不是說漂亮這樣 也要看那個珠寶的瓶子嘛 所以他說 如果撕掉一個眼鏡 我沒辦法再做我工作呢 這樣又不公平 不可能的 然後那個法官就說什麼 OK 行了 既然這個法律 我們的法律 有漏洞 不曉得多大的一個洞 不過有漏洞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判這樣了 我就判這樣了 全部市區也要分擔 一個人那個成功跟失敗 意思說好壞 全部那個整個社會 社交委都要分享 既然就這樣子 那我們找一個archer 我們就找一個弓箭手 把他一個眼睛 挖出來就好了 因為弓箭手 他需要一個眼睛而已 我們也覺得好笑 我們也覺得好笑 這是世界法律嘛 就是這樣子判 就這樣做了 做一個武器的弓箭手 就出來把他眼睛挖出來 這樣就說公平 因为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笑了 不过世界真的是这样 这个故事就是 上证了我们世界的法律 不公平 不准有罪 不完整 有时候是这样 他这个法官判刑是不对的 不过世界是这样子 有时候看起来是这样 是不是? 有时候扫帽桌 扫狗被罚 是这样子 有时候扫帽桌 扫狗被罚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时候因为 因为人没有权利 然后谁要罚我们什么 就罚什么这样子 然后谁要罚我们什么 就罚什么这样子 那这个法官判起来 听起来不公平 那这个法官判起来 听起来不公平 不过世界是会好上这样 那我们就说供业嘛 他也说OK 一个人好事 一个人坏事 一个人坏事 全那个村 比方说全村也要分享 所以这个人做不对 抓那个人来罚就OK 所以这个人做不对 抓那个人来罚就OK 所以这个人做不对 抓那个人来罚就OK 那还有这样子 不过真的是有这种 不过真的是有这种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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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世界满满这种不公平的事 不过世界满满这种不公平的事 我们排不平 排不平 我们排不平 有时候也是供业的关系 我们生在一个地方 或是生在一个国家 大家都有分享一些业障 有些人多 有些人少 以照这个判刑来讲 这个法官好像比较不得人心 不过也是有道理 我们不是喜欢这样子 不过真的有一点道理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全村因为没有照顾人好 没有全部有工作做 所以那个人才贫穷 没有工作 他没工作 他没有那个钱 没有饭给他家庭人吃 他得去偷 去偷要被伤到一个眼睛 一个眼睛比所谓的珠宝还要贵重了 人命比所有的财产还要贵重 他偷不是他真的要偷 也许他没办法被逼的 那个时候也许他太太生病了 没有药 或是他小孩生病 他没办法有钱去请医生来 然后那个爸爸那个心疼 就没办法去偷 也许他第一次偷 也许他有偷过还几次 不过也是社会的关系 如果社会全部都照顾人民好 就没有偷到的人 没有那个无价合规的人 没有一价合规的人 没有一价合规的人 社会都有责任 一个人贫穷 一个人痛苦 世界都有责任 或是国家都有责任 或是全村都有责任 他判也对 不是说不对 是吗? 有些人有太多 有些人有太小 有些人有太多 很不好拿出来 拿给别人 他就问,万一我明天没有怎么办 你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每天吃今天就灌到明天了 我们每天吃今天就灌到明天了 明天有了,害怕后天没有 后天已经有了,说,大后天 所以担心不烦 所以担心不烦 担心不烦 我们目前这个世界有九亿两千三百万人 那个二 这一年 九亿两千三百万 有很多 不过我们世界的那个食物 多出来可以养二十亿人 二十亿的人就是世界三分之一人口 就没有一个中国人会饿的 没有一个非洲的人会饿死的 目前每一五秒 一个小孩死 一个人死 小孩也是为了饿死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负责任 不管他们的因果或是不因果 我们可以改救的 我们可以改救的 不可能每个都同一体的 不可能每个人都同一 所以才有挣扎世界 不管哪个主义 那个社会的成分都会有挣扎 跟政府挣扎 或是跟互相挣扎 跟那个主义挣扎等等 因为我们世界的人又不稳 那个是今天不至明天 不管有很多钱也是这样 有时候还有很多钱突然间灾难来 或是被告什么来 或是被诬告也好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世界本来就不很安全 世界本来就不很安全 无常,对了,不安全 所以大家都有那种怕 怕,所以要抓 要抓,要抢起来很多 万一明天没有,后天没有 大后天没有等等 明年没有,年以后没有 老了以后没有 我怕死以后也没有 所以担心不完 只有修行的人心比较安稳 怎么样都好 上帝会照顾 我们死就去天堂 本来早晚就死 所以心比较安稳 没有那么多贪心 刚好就好 够用就OK了 没有那么担心那么多 所以修行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治安那个大国的 人民安心了 他就不会闹乱 那就不会反抗政府 为什么反抗呢? 因为怕没有东西吃 怕政府不公平 那我们修行的人 即使不公平 我们也黯然下去 会忍下来 会知道明天会好 后天会好 即使不好 我们就忍耐 认为也许是因果 也许是考验 也许等一下天上会想我们 或是会把我们情况弄好 即使不弄好 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忍耐修行 那边安稳快乐 不会造反 不会做什么 对社会不利的 所以修行的人 是最好的公民 最好的小孩 最好的爸爸妈妈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姐妹 最好的国家的众君爱国的 因为不会做什么 对自己伤害 对国家伤害 对别人伤害的 那个就是最好的公民 众心的 不管多少钱 人还会不安心的 多少财产 都不能担保我们生活 不会有怎么样 多钱又怕人家偷 怕人家嫉妒 然后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这些朋友 是真的朋友 或是假的 记得那个好玩的故事 我讲吗 那个人在回去 懊恼的太太问他 你为什么能这么懊恼呢 他说 从我不当大银行总经理以后 我失掉一半的朋友了 然后他太说 不过你还有另外一半嘛 他说 那个他们还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已经失去工作了 他不知道 如果知道也许会跑光光了 自古以来很多故事就这样 我们很高的那个寡位 或是很有钱 不知道谁真的爱我们 世界的法律都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 好像不公平 事实上也许是公平的 当然这个故事是太惨了 不可能有这种法律是这样 不可能 不过他是讲这上证的意思 不可能有这种真的故事 不过看起世界好像这个样子 根本没合道理的事情 有时候有一些人犯罪 做很多坏事 就有钱收买那些坏的官 然后就判别人 判那个比较无罪的人 没钱的 以前也有一个好笑的故事 有一个人被人家告 然后他就收买那个判官 他说我给你五百块 你就不要打我 他说OK,没问题 本来要打那个一百嘛 就是五百两出来就不要打 就是那一天判刑的时候他又打一百的 他就问为什么呢 我就给你五百啊 给你五百两为什么 又要打后你输不打 他说对啊,你给五百 他说哪一百眼 他 그럼要打他 他就给五千 他 eso说那 architecture 现在我疼不到人家 他说那 количество 他这个高的就给五千 但是在白了 他 using a stick 我那个高的就给五千 怎办? 这事会造出来 有一些送恶的人 他不怕因果业障 什么恶都犯 什么坏都做 不认为以后会怎么样 不过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有时候贤良被伤害 送恶反而又富有自在 不过我们耐心一下 看得清楚 如果这辈子没有被抓到 因为那个世界的法律有数不存 那个天王也会抓到他 一毛都不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